田先生告诉记者 7月9号 他在关商户公园大门的公测处 看到了免费取纸的设备 于是他尝试扫描了设备上的二维码 本来是取纸 结果蹦出来一个医院广告 田先生赶紧退出以为没事了 直到最近他才突然发现 自己有一笔198元的扣款 我把这个苹果公司的后台服务 他在告诉我 你这是在 是你下载的一个小银子和软件 我说小银子软件 我不得下载 因为取纸的操作有些繁琐 田先生也不记得具体环节了 可这笔莫名的扣款让他十分郁闷 为了探究扣费的原因 记者来到关商户公园 并找到了公测里的取纸机 记者发现 想要领到测纸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支付0.99元 直接购买 如果想要免费去职 则需要按照提示完成一些任务 在第一个机器里 记者按照要求扫描出现的二维码 并关注了一个公众账号后 顺利领到了纸巾 随后记者又找到了 另外两个公测的抽纸机 通过扫码记者发现 除了要求关注公众号之外 有时还会出现看视频免费领取测纸的方式 在一些视频播放时 会提示用户可以点击下方链接下载软件 田先生应该是在观看视频后 认为下载链接也属于取纸任务中的一部分 而点击了相关下载 并不小心试用后造成了扣费 不过之后 记者也遇到了和田先生一样的情况 随后记者拨打了客服电话 并告知了刚才的情况 而对于田先生所遇到的情况 客服人员表示 扣费的问题不是抽纸机所属单位造成的 因为是位老人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到的 但他打电话问客服 客服问他是不是扫描了什么东西 导致下载了这个软件 如果说是扣的话 您可以跟官方的客服去核实一下 看一下什么情况 目前也没有接到说 有用户付费的一个情况 但这个的话正常是直接观看视频 不需要任何操作 设备它就会直接出纸的 不需要说去下载之类的 通过联系苹果客服人员 并说明情况 目前田先生已经收到198元的款项 不过对于免费取纸 所遇到的繁杂的过程 田先生则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 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随便扫码 在遇到需要点击的案件时 一定要看清相关规则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 我可以去讨论 在可是再载之担